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5号的新主播点新闻,我是又荣 新闻的一开始来关注疫情进展 杀老爷的今天确诊病例继续突破200,达到284宗 其中有283宗属于第一组别没有症状和第二组别轻微症状的患者 以及一宗属于第三组别肺部感染的患者 古镜今天居首共有92宗的病例 接下来是梅里77宗,1558宗及家伯13宗 其余14个县出现个位数的病例 全杀累计病例达到254717宗 换个焦点,沙州议会会议今天三读通过2022年杀老爷宪法修正法案 因此沙首长将正式改称为总理 而助理部长也会改称为副部长 不过因为在举手表决的时候 部分州议员还在议会殿堂外 导致法案差一点因为不足三分之二 多数议员支持未能顺利通过 法案由沙里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达多斯利阿都卡林提成 他在王城删堵后 受沙州议长达多阿玛阿斯菲亚 指示州议员以举手表决的方式支持或反对法案 在54个人支持及6个人反对下 议长宣布法案通过 然而福洛安区州议员张建仁质疑 54个人没有达到三分之二的多数票 法案不能通过 议长学后指示议会秘书祥锦琳 提醒州议员进入殿堂表决 把王阿山区州议员德多斯利 黄顺哥仗起来反对 不过议长裁决 祥锦琳及给予五分钟的时间 让州议员进入殿堂 在重新表决计算后 法案在67个人支持及6个人反对下 顺利通过 今天是农历正月事务元宵节 马路地的民众在疫情笼罩下 请住 在马路地 有民众到当地的大波公庙 进行抓归祈福 祈求和家平安和身体健康 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的马路地大波公庙 至今仍保留元宵节抓归的传统祈福活动 这个祈福方式是 善信在神明面前祝寿 说明祈求的目的 即明年将归皇的数量 再丢脚杯征求神明的统一 不过近年来 有关祈福方式已经被简化 善信可以从供桌上任意选平安归 来年再归皇 骑归活动 在马路地俗称抓归 是元宵节主要的祈福活动 以面粉制成的平安归 每个都写上各种吉祥语 之后来看意外新闻 马赌打佬的山西沙门附近一座圆区 在本月12号发生一起冷血的凶杀案 刑犯的犯案动机 有待调查 三名印尼女子遭人殴打 以力气治伤 被困绑后再抛入河里 导致两个人死亡 一个人获救 获救的印尼女子额头被严重扛伤 她的眼睛、左脸以及嘴唇都受伤 索性她在治疗后已经脱离危险期 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 打佬警方接到投报后 派员到现场调查 因为事态严重而寻找 失误警方的协助 警方在本月13号派遣刑事 决案调查组人员到命案现场 协助调查 逮捕一名嫌犯 今天也在嫌犯的引领下 到案发地点附近一座码头 寻找凶器 以上就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祝大家元宵节平安 我们再会 哈喽 你好 我是丁诺学长 今天带你60秒快速了解精英大学 好 University 全名为Higher Education Learning Philosophy 自1986年建校至今 以卓越的教学与师资 已经发展成马来西亚高等学服的佼佼者 作为一个秉持着 让学生透过教育 协助人们踏上成功之道 并开创成功人生的校园 这里是一所具有高质量和领导文化的大学 并着重于良好的学术标准 持续改进以及学生和职员的人才培育 成为一个能提高职业发展 建立终身价值观和成就个人的学习体验平台 这里特色是一所城市校园 可以从公共交通直达校园 目前校园拥有两所校区 一个在白沙罗岭 另外一个在书邦 两所校园都各具特色 提供学生完善的学习环境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精英大学 赶快点击以下的链接 我是Dino学长 我们一起成长 我送了他 在学习的程度上 是真的吗 我送一个大学 对我来过来 帮助我来到老师 我来到沙罗岑 你不听着吧 我来到口岑 就会 reach到 你说你出去 那边 我就会在那边 我来到 我去地区 感谢观看